你曾經愛過他 那在法庭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法庭的工房 是一場醜陋嗎 對 我覺得法院上 會讓我們氣憤 你至於沒有辦法管理好 自己的情緒的事 因為我覺得對方是要 羅織我們入罪 羅織入罪 這是事實 那個感覺很差 回來到明朝的東場 那個感覺很差 就像你不是一個貪污的人 對方就說你貪污 就說你愛欠 而且還講得跟真的一樣 很大一片 然後就說我們要嫁他 是為了他們家的錢什麼 就是講到很難聽 然後結果你沒有爆料 甚至就是說 我記得就是那個珠寶官司 有一挺就是 錢婆婆竟然可以跟檢察官說 我是來騙婚的 就是說所以你很多的事情 人家講一句話 其實他就是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想法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太多 太多是跟事實不符合的時候 你那個被冤枉 為什麼我後來會覺得 幾股名冤 為什麼需要鼓 今天沒有鼓 是因為那個鼓才能夠 發洩 發洩我們的那個冤氣 那我們現在是因為文明化了 不要噪音污染 不然我覺得 我們討論現在只改成暗鈴身高 還會破爐的聲音 破爐的聲音 你知道有時候這個 對方會寫狀子過來 給我們的當神看 我們都收到以後 我們都要先想好 再來會有六日 我不要馬上傳給我的當神 禮拜一再傳 不然保證五六日三天 都會一直聯絡你 我看了真的 好煎喔 因為真的 在雙方的律師的 寫出來的東西 就是一個傷害對方 很嚴重的武器 因為你要告訴法官 對方是壞人 所以兩個人都會互相寫 不管他是不是真實 所以都是傷害非常大 不過黃醫師 就是說剛剛這個劉律師說 如果在法庭上 這是一場重要的表演 那麼如果你 哭是一個很好的武器 那你有時候 你又很堅強哭不出來 我建議你 有人教我說 你就手帕戴著 裡面放洋蔥 一下子就哭了 這個是許長者教我 千萬不要用洋蔥 因為不像哭 會一直 立友金也可以 立友金 不過這個 洋蔥我最近有去買 一塊一百而已 我覺得在法庭上 人的本性很容易被激出來 所以如果有時候遇到說 你要去演 特別你本身沒有表演的經驗 或天分的人 很容易就會聽到什麼事情 就整個人就跳起來 所以那種狀況 我們通常就會建議 你本身就不是很柔弱的 你就盡量不要去法庭了 劉律師 他如果說男法官女法官 也是有別 有別 年輕的跟年紀大的有沒有別 有 也很有別 年輕的法官相對對事情 就是小事情也會看得比較重 但是年紀大的法官 就對很多事情都覺得 很稀鬆平常 真的 看太多了 所以對他來講就那個 感受度就變得降得很低 例如說誰 你下半以後回家會打老婆 可能在老法官看來 那個你就躲躲他 不要讓他打到就好了 他就覺得還好 對 可是年輕的這種可能 學校剛畢業就考上 就非常的很生氣 你怎麼能做出這種事情 就覺得這事情已經最不可舍 你現在怎麼做就好了 很容易會這種想法上的差別 来 来 来